Kavin Duran快攻出手 對手望塵莫及 回過頭來又是KD 當今NBA最強進攻武器 單打NBA最佳防守球員狗貝爾 KD沒再怕 Kavin Duran全場狂轟29分 幫助美國男籃在奧運金牌戰 擊扮法國衛冕成功 所以這種球隊之間的球員默契 他們是需要透過一場又一場的賽事 把彼此之間的一些習慣跟想法 逐漸融合 美國男籃開賽 三分外線不太靈光 前八次出手多落空 山姆大叔4比10落後 但接下來KD大展神威 借用一顆三分球向你say hello 幫助美國打完首截 反倒以22比18超前對手 一開始我們可以看得出來都不近 它很妙是美國並沒有落後 籃板球的掌握 不管在防守跟氣空上面 他們籃板球如果能掌握住的話 他們根本就不擔心投不進 第二節 美國男籃換成Jason Tateon來發威 狂轟濫炸 馬上KD也加上火力 一口氣拉到39比26領先 這時候法國換上 近群門神狗貝爾穩軍心 法國打出6比0攻勢 上半場結束 美國44比39領先 KD半場就轟了21分 法國其實坦白講 他們的默契好觀念好以外 他們的整體的搭配是相當的選手 中鋒是年度最佳防守球員 你要怎麼把他搞掉 在NBM裡面 這個如李狗貝爾在爵士就是 就是一座塔了 他們有一個主軸就是Kevin Durant 那Kevin Durant這一點來講的話 我相信他做了蠻理想的事 也難怪很多人說 他是目前地球上最厲害的籃球員 他各種 很不可思議的角度出手 他很多球都覺得說 怎麼會這樣出手 但他就是投進了 第三節 美國一波12比3的攻勢 一度領先14分之多 但美國的防守又開始衝線了 法國火速追分 還被Nikolas Barton 投進壓哨三分球 前三節結束 美國71比63領先 法國他的整個戰力的銜接來講 不管是在NBA發展的球員 或在歐洲他們自己地方打 還是法國本土培養的球員 他們其實自己的環節上面 他們在整個運作上面 是非常的理想 基層的耕耘 再看到他們現在 在整個國際賽的發揮 就可以看得出來 法國在這一塊上的耕耘 是很有計畫 法國末節追分 一度追到70比73三分差距 但美國什麼沒有 砍將最多 換拓荒者小李飛刀來表演 和Jason Taiten狂轟濫炸 拉開差距 82比72領先 但法國不放棄 Bonier最後1分08秒 投進3分球 Likoro最後10秒兩罰聚眾 82比85 法國僅僅只有3分落後 但美國有無敵戰神KD作陣 最後8.8秒兩罰聚眾 宣告法國死刑 中場87比82 美國勝利摘下金牌 今天你有一個KD跟你打的時候 在一個小KD在旁邊幫忙的時候 他只要運作正常 對方就是頭痛 所以今天一個得29分 一個得29分 就得了48分 他們全隊也才得多少分 一件事情很明顯說 當他在這種 危急存亡之秋 當他在這種背首一戰的時候 他能夠展現他的領導特質 Kevin得認全場18投9中 包括三季三分球 攻下29分6籃板三助攻 Jason Teton有19分7籃板 而法國這一邊 Gobel拿到16分8籃板 然後13次罰球只有命中6球 而且5範離場 Fonia 16分 雖然預賽美國曾經擊敗過法國 但是多場磨合之後 美國最後復仇成功 也未免金牌 仍就維持世界籃球霸主的地位 TVS新聞楊清波來明 請訂閱按讚分享 TVS News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TV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使